我被盛傳這生人第一首唱歌是《不了情》 因為聽收音機聽得多 我自己不記得是我的親戚告訴我 第一首唱歌是《不了情》 未懂得說話 不知道能否回答這個問題 但我未看過 事實上《不了情》是他後來在電視 我第一次看《不了情》不是在電視上看 他在電視上做過一次 亞洲電視 是那時候才看的 所以我猜應該是主題曲令電影很重要 忘不了 忘不了 忘不了你的錯 忘不了你的好 忘不了宇宙的散步 也忘不了那空裡的擁抱 因為《不了情》其實是拍於1961年 然後林代是1964年死的 其實中間不是說隔了很多年 所以有很多人再記得《不了情》 或者覺得《不了情》重要 是離不開林代的悲劇結局 所以他不單純純只是一部電影 他亦是臨代作為一個icon的象徵 其實很早看 林代拍戲是有個故事的 我看回來的 就是因為有人看到他一張很漂亮的相片 是李漢祥寫過的 他說是一個相片店 你知道以前的相片店是怎樣的 就把很多人的相片曬得很漂亮 放在廚窗上 李漢祥就看到有個女生 他說這女生很漂亮 是誰來的呢 然後有一天在片場拍戲 就發現這個女生跟人去看拍戲 才知道原來這女生是相片店裏面的那張 Display的女生 就知道她原來是叫做 叫做什麼呢 等我等我等我等 什麼粵魚呢 情粵魚 然後見到照片就知道她是叫情粵魚 後來才幫她改了名字 是林代 林代這兩個字有典故 其實是一首詩拿出來的 上句有個林字下句有個代字 將她齊買了 後來她就叫做Linda 她入行應該是1951年 所以到她過世的時候 其實1964 十幾年不是很長的事 有人做過統計說她總共拍過電影 是40部 平均來說是一年有4部 這個都可以說是挺高的 一個拍片量 後來跟她差不多的女明星 就是 賀莉莉 也是差不多 但是她是10年的影靈 又是40部電影 當然這些不可以跟林青霞 跟她們後來比 我猜 因為你的發行網 或者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有分別 等等 但是她算是一個多產的女明星 我們現在大部分時間 可以看到的林代電影 都是她後期的電影 我們反而很少看到她早期的電影 但是她拿獎的電影 有些是早期的 譬如大家都知道她拿第一個影后獎 那出電影叫金蓮花 金蓮花其實是1958年 她都重拍了差不多6、7年後 才是拿第一個影后 然後會有到雕蟾 然後就到千九百尾 為明月空長天 最佳泥主角林大人 我要修正一下剛才的話 我們又向馬先生道歉的必要 好 再見 林代個性演繹 我們團裡女團員跟男團員是不許講話的 為什麼 香港電影史上精彩華麗的愛情歌舞片 我怕我怕我怕我 千交百妹 然後就是到不了情 不了情是最後的 那麼很有趣的 那時候我想你會多些角色 是寫給女演員做的 因為正如我們以前都說過 整個電影的事業 都是圍繞女明星來發展的 所以有很多角色 你會知道這些是否一些 所謂有potential做影后的角色 他們是每一部電影的靈魂 在千交百名是一部歌舞的喜劇 刁禪是一個當時來說 比較上是很大型的古裝公圍的一個大片 反而金蓮花是一些比較小本 他也是因為做一些比較 一個類似的一個鄉村女仔 所以得到 所以說四齣戲 計算最後的不了情 他是做過歌女 你可以看到其實四種形態是幾不一樣的 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你要說在他的演出裏面來講 我認同之前羅卡先生說的 他做喜劇其實是更好的 我在電視上看過他另外一齣喜劇 我想現在很難有機會看到 那時錄影機又不是說有 但不是很流行 所以很後悔我沒有錄到 不是在兆時的 他在另外一個機構拍的 叫三星半月 就是講一個女仔 怎樣有三個男朋友 然後說他在前門就摺一個 後門踢走一個 然後走上騎樓 跟那個快要入屋過 在眉下眼去 做得非常非常非常之好 那些身體語言 喜劇節奏 全部都做得很好 不過後期兆時的戲 就很難再見到 你在花團感觸之後 基本上所有的戲 他都是做悲劇角色 直至到他 難以黑 他的遺作 我不離 你要離 我不離 你要離 臉不盡雲上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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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不住心身要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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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代的香港社會 其實跟現在很不同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把張萬玉和林黛比較一下 兩個都是四屆影后 其實張萬玉好像是五屆 你看到他們走過的道路 和他們的遭遇 他們的選擇 就看到社會是怎樣變化了 我想在六十年代的香港 一個女明星去到二十六七歲 已經會覺得那個是 好像真的要想想你接下來會怎樣 因為沒有什麼角色 是寫給那些三十歲以上的女演員去做的 或者那時候其實都不是很流行 演員這件事 比較流行的是明星 明星和演員是很大分別的 因為明星就是你要有光 你要有光就是你的臉吃光 你的臉吃光 就是你的肌質很好 然後你還要一齣戲拍幾個月 或者有些戲拍得慢一點 拍一年或者兩年 那段時間要保持你的身形 不可以變 否則你上一場戲 大概是二十四吋腰 然後突然間有一場戲 人家覺得為什麼你好像是粗了 或者下巴鬆了 你可以說女演員在那個時候 其實對於自己的狀況 身體狀態 是有一定程度的壓力 或者緊張給自己 那你去到二十七歲 你都知道整個人的狀態 一定比不上你 只有十八二十二 但是那個事業 那個娛樂事業 不斷有新血入來 如果你用回邵氏來說 當時的確是開始 那些南國演員訓練班的新人 開始沒有出頭來 譬如李青 譬如何莉莉 所以那件事 何莉莉當時未入來 但已經是有新人開始 所以我想你可以切身處地 易地移處 去幫林代林林林 他去到二十六七歲的時候 他下一步應該是怎樣 雖然他不會缺乏那些片藥 於是他選擇了 在那個時候 又做了一件事 就是結婚 結了婚 就更加難去做 某一些角色 會令觀眾覺得入信 或者令觀眾 再繼續對你有幻想 今天這麼多明星 他們都不會讓人知道 他是不是在拍拖 都是想留回一些幻想空間 給他的觀眾 但在那個時候 選擇了同時 除了事業 還要有家庭 所以我想這些決定 其實或多或少 都是跟他自己的心理上 或者是跟那個實際客觀環境 是有少少所謂 我會覺得 negotiation 是有關的 但如果你看現在的張萬玉 就好像沒有這些問題 即是結婚 離婚 他一樣可以是 相對來說 雙容面對很多 不見得 我們現在的人 一定不歧視離婚 尤其是他嫁過外國人 但起碼他會覺得 他自己在意 因為他覺得 生活是我自己的 還有工作是應該 跟這些東西分開 但當時60年代的社會 價值我估計 還不是一樣 所以年紀加上家庭 這些東西都會對他 構成了一種心理上的 一種負荷 這種負荷有時候 或者是會反映在 他的演出上面 我們看《不了情》 在現在看 或者後來再看《南語學》 都會有一個很不同的心情去看 因為我們今天是看林代 我們不是看電影裡的清清 或者是看電影裡的唐奇 我們要看著的是林代的變化 不是那些角色的變化 所以我們看林代已經超越了 他只是一個電影裡的角色 我們會見到 閱讀多了很多 譬如說 他其實不再很可信 做一個鄉村出來的女生 因為那個角色 應該是一個相對來說 秒跳很多 或者是整個人亂很多 但由化妝到他的體型 到所有的東西 你都覺得那個真是一個影后 一個女生 也不是一個村姑 所以我自己現在看 我就會覺得 可以理解到他的壓力 是甚麼 因為有太多角色 他要配合進去 是有點像 他的腳是8號 但你給他一個6號半的鞋 然後硬要穿 當化妝這麼誇張的時候 演技很難比化妝誇張 我覺得那個年代的化妝 全部東西都要讓你看到 就是大 那臨台最厲害的一件事 或者最能夠征服我們 你一定要在大銀幕看他 其實就是他大 很大的臉 很大的眼睛 然後很大的頭 然後 所有東西都很大的 那你沒有辦法 所以臨台那件事 最有趣的是 Larger than Life 是我們第一次 是在中國人的一個銀幕 在理會和領略得到 所以他整個展示 都覺得是刻如其分的 我看這齣戲的時候 我最記得就是 你現在說誇張的事情 就是他第一晚獻身給關山 因為第二天他要上飛機 跟那個 發現有個刀巴的人去旅行 然後關山問 你是否認識外面一些人 然後就不理我了 他是穿著睡衣 他忽然間 轉了個位 走了去睡房門口 不 我沒有 然後就 哇 聲音很濕 他是現場收音的 然後他講完這個之後 配樂就有 好像花我黏 這樣 那我就當時 因為我 立刻覺得很刺異 但我就覺得 這些就是戲劇性了 你知道我的事業快失敗了 你另外打了主意 我沒有 龐奶 你應該知道 如果我另外有了愛人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明白 你是為了報答我對你的幫助 不 不 不 我不是這個意思 原來你跟一般人一樣 你這種行為 下去 我去到了 那 那 所以 所有的東西 其實在戲中 只要他配合得完 例如 既然這麼誇張 他又有些很誇張的Voling 其實用今天的角度去講 你可以當他是一種 很CAM的一種 但同時也不可以說它是不合理的 所以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如果林黛是一件刁得很厲害的茶具 只要它放在一個做得很厲害的廳 你就不會覺得它是凸了出來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個不對的環境 它當然會凸出來 所以我覺得在《不料情》我看到的 就是每天都配合得多好 導演 甚至關山 大家都配合得多好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不舒服 你喜不喜歡笑就是你的事